四個字幕 李宗盛 金鎮的文化 就是輝瑟合國華 詞曲 李宗盛 你到貝瑞活動 你當中的文化 其實是一種根本不可 為此封印起來 這麼深刻的文化 問貴請問大概是失去製造的 大家好,今天人說實在,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會這麼多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題目是關於C++,需要用C++,你怎麼樣讓Live easier C++有很不好的reputation 他通常有兩個很不好的reputation 第一個是他很硬 第二個是他寫下來很臭很長 Google搜尋一下,你就會看到數萬的結果 可是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加法 加法實際上 加法實際上更多 然後先後請大家把注意力轉到JF身上 他對這一方面有first hand的親身體驗 等一下Q&A我可以請他上來幫忙回答 為什麼加法這麼側那麼長 好,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實際上的code 這兩個程式至少就過所是要做完全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開一個檔案,然後把檔案訂出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Java的code實際上是比C++長很多 可是那為什麼大家還是常會說C++又錯又長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C++的error message 跟Template相關的error message 非常非常的長 不管你是用STR或是boost 我相信如果在這邊 以C++在寫工作的人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那這樣子的error message 其實看起來跟天書沒什麼兩樣 我的一個好朋友曾經跟我說過 他說這個忍受C++的這種error message 人根本就是有自虐狂 那一般來說我們看C++他的幾個面向 他到底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是說他的案例 一個是C++裡面是講究手動來做resource management 雖然說C++裡面有RAI panel可以用 可是RAI不是所有廠格都使用 特別是在你是動態的管理你的resource的時候 還有compound type programming 譬如說你要在compound type裡面做一些複雜運轉 可能說你要算Face數列的第15個數字是什麼 那這些code切起來其實很難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template metaprogramming 其實他跟上一個item是相關的 但是我這邊的區別是說 我主要是針對template metaprogramming的error message 也就是我前面有一個school下 那一整頁的error message 實際上我那一頁很特別漂泊 就是他是IoStream操作上面的錯誤 我特別挑那個原因是有兩個 第一個IoStream是一個大家都會需要用到的 第二個是 那一個error message其實都特別長 他剛好一個頁Feed的下來 我隨便 我當然試過幾個也是我覺得常用的pattern 結果那產生起來好幾頁 那我想要做要capture一個一整頁的 很可惜 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所以我不會講那麼多的東西 我本來根據第二項的話 我想要介紹一下C++11裡面的council expression 然後在關於template error message部分 我想要介紹一個c++14裡面會帶到 會加入一個新功能叫concept line 他會幫助大家這個讓大家的生活很好聽 所以有興趣的人的話 我剛提到一些keyword可以大家自己去看看 C++裡面一個最常被concept的missing feature 是什麼 這邊有沒有人有一些想法 我自己覺得的話 是garbage connection 可是我們來看看C++ community 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這C++爸爸他說 C++基本上他是一個create 比較少garbage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不太需要garbage collector 可是 有另外一種programmer的聲音是說 我只想專心做我要做的事情 把城市寫好 我才不想管這種阿利不達的事情 好 C++11聽到了 所以我們有提供minimum support 可是這support非常糟糕 首先他第一個糟糕的地方 他對implementer的要求是optional 所以基本上 你看起做要做不做都可以 基本就我所知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implementation 有實現這個功能 還有第二個 他的 他的 他這個minimum support的意思是說 他准 他允許implementer去實現 一個market script的garbage collector 那他提供了幾API 讓使用者 去跟這個garbage collector互動 像譬如說他有一組方式 叫做declared reachable 還有undeclared reachable 因為 在傳統的CiC++程式裡面呢 可以做一件合法的事情 就是你把一個pointer的值 去跟他做一些操作 如果只要最後你有辦法把它還原 那這個pointer依然是有效的 可是如果 有了market garbage collector之後 你這樣子做 其實garbage collector就會 就會認為說 一個 雖然說城市議員有用的一個resort 但是已經沒辦法被reach 他就可能把它幹掉 所以他提供了這API 但是 因為基本上都沒有原本本 所以語言沒有什麼大用 那話又說回來 其他語言的garbage collector就很棒了 其實在我看來也不怎麼樣 也都蠻涼光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其他兩個也算是主流的語言 python和java 他們為了解決一些問題 他們各自推出了 性質很像的新功能 在python他叫做withstainment 在java他叫做trywithresources 他基本上 我從一個cplotup programmer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種模擬RAI pattern的方法 那為什麼他需要模擬這種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我們memory leak 他可能不會對你造成災難性的傷害 或者是說 甚至無傷大搖 我漏掉一些memory用如何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認為是memory leak更重要 就是你整個系統的consistency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那假設說 我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有一個模組 他叫做adjust good 不過我這個 我後來就想到 我這個模組叫adjust good 但實際上 我的這個sample code裡面 根本沒有piece這個東西 反正他就是通訊物理 我這邊假裝他是有名字按變化 這兩個欄位 好 那你要做這樣一個模組 首先呢你可能會在你的adjust good裡面 放一個list來裝這些contact 以及為了 以及為了要index快速 你可能會做兩個map 各自從不同的欄位 來定位到你contact裡面的特定的contact 那我這邊 等一下slide都是這樣 我有黃色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就是c++11的feature 那我可能會講 也可能不會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事後問我 那這個我特別提一下 deco type 他在做的事情 是有一點像 有一些語言 他可能有提供什麼 result of 或是type of 這種operator 他可以把你後面的expression type 取出來 那以這個例子的話 我這兩個map 前面取的就是 前面放key 就是我要用來index的欄位 value 就是我前面的那個container裡面的iterator 所以我可以經由key 快速的index到某一個value 然後把他的那個contact取出來 如果今天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模組 我們有一個addContact的這個member 你會怎麼寫 首先我們可能會 當然第一個是 我們有個contact傳進來 我們把insert到我們contact 這個list裡面 那前面有提到auto auto也是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keyword在c++11裡面 他的意義已經完全被改寫了 他已經不再是早期 從clegacy下來來代表 來代表local variable的修飾意義 他現在代表的是type 他是type的inference 他會自動推導出你後面expression type 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把 所以他依然是type state auto跟有一些其他員提供的一些像是vars 這些不一樣 他不是一個可變 他在compile time就決定了 如果推導不出來的話 他就是個錯誤 那amp 我這邊有一個insert的第一個member 他其實是一個iterator 我們傳統上 在之前的話 我要把它往後面插入的話 我可能會用contact.am 呼叫這個memory function 可是在c++11裡面 我們是不鼓勵這樣子用 我們鼓勵對container的操作 尤其是在begin end這些操作的時候 用free function版 因為 用free function版的話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algorithm 能夠接受一些非STL的container 甚至是譯詞 只要你有提供begin and end 這樣子wrapper 讓他傳回 行為像iterator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 首先 我廢話講太多了 總之我們就是把contact先塞進去 並且得到他的位置 然後呢 在我下面兩個lookup table裡面 再把它插進對應的位置 可是這樣子對嗎 這樣子 這一段code他是完全沒有任何memory link 就跟其他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 他都不會有memory link 就跟有gc的language一模一樣 可是如果在我們下面 在做index這兩行code 其中有地方丟出exception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我們這個程式的state 就不consistent 像可能說 如果他做我在第一行的話 這個contact 我可能永遠沒辦法找到 雖然他依然在我的肚子裡面 如果是第二行做的話 那這個信仰也很有趣 我可以從他的名字找到這個contact 可或我卻不能從他的電話 來index到他 那這就是你的程式的state 分consistent 那這段code 這張寫好了 有一點像這樣 你要在對後面的東西操作 在加入後面index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他可能會發生異常 並且處理rollback的部分 可是這是一個很多 這樣的習慣是一個很多 寫其他語言的programmer 所沒有 因為他們認為gc會save their ads but gc doesn't save their ads gc只是大部分情況下 不讓你有memory link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 幫你處理到state consistency的部分 所以在我的看法裡面 廣益的資源管理和狀態一致性 是其實我的看法是 比狹義的記憶體管理更重要 我寧願我的程式有一些任何link 但是我不允許我的程式 比黑一點的準確 我有link 我依然可以正確運作 但是還好C++ 通常是把這兩件事 看作一件事 所以你可以同時對它做管理 顯示家人都會非常的習慣用AI這個手法 但是它是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我們最常看到的一種現象就是這樣 你在Function Signature裡面 Either你是return一個t-star 或者是你的parameter接受的t-star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可能有幾種意思 它可能 我以returnt-star的例子來做說明 它可能代表說 這是一個ownership transfer 它可能也代表說 我這只是給你一個參考 那如果它是給你參考 其實它可能用reference比較對 但是你看它的API 它雖然是傳給你參考 它應該是傳給你公約 那這是另外一個事 那也有可能 它是 它是有一個好理由 譬如說 它想傳回你一個參考 但這個Function可能會失敗 失敗的時候 它也沒有代表它 那這就是很多confusion發生的地方 你沒辦法很容易做出這樣fucking的curve 讓人家從你的Function Signature 就看出你對這個resource怎麼控制 當然好的Function naming 可能有 在這方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case 我這邊再去 回到adressbook 來做一些例子 我這邊會一直 我接下來套會一直重複的 回到這個例子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個通訊錄呢 它有 我這邊提供了 四個Function 其中有兩個是addContact 那我這邊想要代表的兩個 addContact不同的意思 第一個版本 是讓這個adressbook 自己做一份copy 第二個的話 是外部 它已經有一個content 它想要把這個content ownership 轉去給這個adressbook 然後再來第三個方向 是找某一個content 那找一個某一個content 就回到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說 這是有可能失敗 因為可能我沒有這個人 所以他可能以任何來表達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adressbook這個module 也很可能需要跟系統裡面 其他的module互動 給其他的module參考使用 那所以它可能用一個singleton 的design pattern 提供一個gain instance 這樣的方法 另外一題就是 我個人是很討厭 singleton 可是我這個討厭 也沒用到 那新的C++提供了我們什麼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管理資源 第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叫做share pointer 那它其實它底層的實作 就是一個reference candidate 的一個smart pointer 那它有什麼好處 它最大的好處是 其實它還是一個deterministic 的一個behavior 它不會有一些gc language 裡面會發生的那種 stop the world 那這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在某一些領域 其實是搞得非常的critical 像我以前在做一些backend相關的 那種update mail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為了這個現象 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tune tune那個jpm 來改變它的行為 所以我這邊我也常常說 我們為什麼 我們是拿一個resource management 對傳統 從前在做system programming的人 的悲觀來說 這是一個他習慣的題材 可是現在呢 我卻要用一個我習 我要tread out一個我習慣的題目 去換另外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tunejpm 超難tune 那share pointer怎麼用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function 它的signatures 它是taped兩個share pointer 一個是foo的share pointer 一個spar的share pointer 那呼叫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長這樣子 好我create兩個share pointer 我剛剛好像有講一個東西 對不起 就是我在function裡面share pointer之後的那一個角 curly bracket的這個syntax 它在新的c++下面 它叫做uniform initialization 那這是一種新的舊的語法 當然還是一樣可以用 但是這種新的語法 它是為了要統一整個語言 的initialization的方式 像是譬如說 其實講穿了就是 非常非常像 像你去initialize一個c的struct 或者是一個array 的時候用的c text 就是用這種 彎瓜 那我也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叫做make share 那make share的話 它傳為值 其實就是上面 那兩種share pointer 那它 為什麼我要特別點出這兩種方法 當然第一個 make share的方法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 就是說它少打一些子 但是這其實並不是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有兩個 第一個它更有效 因為 一個share pointer 它其實它是指 它會先指向一個reference card的object 然後在reference card的object 裡面再一個painter 去指向那個備管理的object 大部分的initialization 就是這樣子 那只有在make share的時候 因為它知道這兩個東西 可以一起被ok 所以它可以一次ok 一個比較大的manage 給這兩個object共用 所以它更有效 第二個 它更安全 它是exception safe 我們都知道 C和C++的function code 的時候 它裡面的primometer 被initialize的順序 其實是 是implementation defined 像我們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有四個東西被initialize 首先我們要new 一個foo一個bar 然後還要再create兩個share pointer 那當然 一定要先create foo 才能有辦法create foo的share pointer 要先createbar 才能createbar的share pointer 這個順序是沒錯的 但是它究竟是 這個bar和foo這兩個object 都先create好了 再create那兩個 再create那兩個share pointer 還是說會順序反過來 先createbar再createfoo 這順序其實是未知的 但不管在任何情形下 share pointer 如果你用make share 你不會遇到manage link的問題 以這個例子來說 如果它的例子是 我們先call newfoo 然後再call newbar 那在newbar的時候 如果丟出exception 你foo的那個manage 就禁掉了 但是你如果叫make share的話 你就完全不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make share 請搭配服用 很好用 好 那這樣我要回到 adjustbook的這個例子 我前面講說 它這裡面有提供一個singleton功能 可是singleton搭載的時候 它的life cycle是很難manage 那如果你要有效的manage一個 其實是大家互相分享資源的話 那share pointer 是一個很好用的地方 反正總之就是最後一個 你把它放了 它才會被recycle掉 再來 C++EE還提供了一種新的機制 它叫move semantics 那它的語法其實看起來就像下面那個 target等於move source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種移動物件內部資源的方法 那它的好處是 它基本上要不破壞RIi的管理 它是去extend RRI的管理 被move的source 會被移到target連去 但是source還依然處在一個 可以被destroy的狀態 只是說你不該去reference它 它唯一剩下一個能做的事情 就是安全的自爆 那move semantics呢 它需要新的語言功能支援 那最主要的話 其實就是rvalu references 以及一些跟rvalu references 搭配的stl 但是我這邊不會講到那裡面 那裡面就有點深了 那這個move semantics 其實它一個最大的缺點是 它需要library各自實現support 因為call要開 那好處是說 在stl fully support 那就我所知boost 以及部分support 也快要完全support 那這邊稍微來講一下move semantics 像我這邊 我宣告兩個string上面的call 一個是x和y 然後我的y的initialize的方式 就是把x的resource move到y 那在這邊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copy y會擁有x之前控制的東西 那x這個時候就處於 在一個可以自爆的狀態 安全的自爆的狀態 不該給reference 那下面的這個例子是 假設說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function 叫nic 叫nic 那它傳回的詞 就是一個temporary的string 那當我在下面 我就呼叫nic 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這邊也是不會copy 這邊也是用move 在c++1裡面 會被自動move的東西有兩類 一類是傳回的value 所以在下面這邊沒問題 那至於在名字裡面 對不起 在nic裡面 在做return的時候 它只要是local variable 或是temporary variable 它都會自動move 所以這邊我不需要 明白的去表達它 也就是說 即便你沒有 針對你的code 做move semantics的一些最佳化 很多地方其實這些都有發生的 那這個在c++裡面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performance boost 我們的code有更少的地方 需要被拷貝 那我這邊再來講 另外一個例子 我現在 這邊是在把一個傳譯來stream 做uppercase 黃色的地方的話 這個叫做 這是一種for loop的語法 它叫做range based form 那它基本上它可以幫你去 去iterate一個container stlcontainer-like的東西 只要你的 你的data structure提供類似 stlcontainer的操作方式 它就可以關於iterate 好 那在iterate把它每一個字 去做uppercase 然後傳回這個語照 好 那我下面有三種 use case 第一個是 使用者傳進一個 它已經有的一個字串 那這邊的話 帶你進來 它coding這方式 一開始就會被result做空 然後第二個呢 是這個 它也是它手上有一個字串 要做uppercase 可是它實際上它這個字串 它之後就沒有用 對它來說只是一個暫時無久 所以它用moo 可是如果我們的upper1 就算是這樣子寫的話 這裡面不會有任何move的效果產生 因為在upper1一進來 第一次做的事情 就是把input拷貸一份 那第三個use case 我呼叫我剛剛前面的link 它會產生一個temporary variable 那當然這邊也是沒有辦法被拷貸 所以如果我們要善用move semantics 我們這個upper要這樣子寫 我們的signature 從一個constinct reference 改成一個 pass by value的stream input 然後在我們接下來 我們需要做拷貸的時候 我們把input的這個字串 把move到result裡面去 那下面都是一樣的操作 那如果改寫成這樣之後 我們在下面的這兩個case 第二個case是說 使用者明白地表示出來 它希望把這個result交出去 它沒有用 第三個case是說 它呼叫是一個 一個生 temporary variable 的一個function 那這個temporary variable 其實更晚也沒有用 那在這兩個case 都會被自動的 做到zero copy 所以我們的 如果要follow這個精神的話 在我們剛剛的那個 adress boot這個例子 我們就可以把 原來的fundum signature 從pass by constreference 變成pass by value 這邊有興趣的人 還可以上網多查一下 就是 以前的C++是講究 pass by constreference 來加速 現在其實是不是 現在是要pass by value 很多情況下 然後 除了share pointer之外 還有一個smart pointer 它叫做unique pointer 那它代表 它的行為很像是之前 C++的auto pointer 但auto pointer的問題是 它同時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它是幫你做 resource的stock management 第二件事情是 它做了resource的這個 轉移的控制 那由於C++11 裡面提供了noob semantics 所以在搭配上這個unique pointer 它已經把auto pointer 已經deprecate掉 雖然你現在依然可以用 但是它遲早會被移出 你現在使用的 的這些tool裡面 那它代表的意義就是 它是一個獨佔的 獨佔支援的smart pointer 沒有人可以跟它分享 好 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有一個 function take a unique pointer 那它的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我要外面傳一個resource 進來給我 並且之後這個resource 是由我控制的 就是外面不能再reference 那所以使用者呢 他就需要先準備一個 unique pointer 然後再把這個unique 由於unique pointer 它具有被拷貝的語義 所以你要明確的指明說 我要把它募理 如果你這個unique pointer 是有名字的話 好 那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 具有resource ownership to transfer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unique pointer 來改變我們的這個 好 對不起 前面我在講些分別的時候 有提到 make share 那有沒有make unique 答案是目前沒有 我所知道的一些消息是說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C++Standar Committee的 oversight 所以沒有把make unique 放進Standar裡面 不過在網路上很容易 就可以送給它的實作 那C++ C++++它也會用 好 然後再來就是 optional optional 它也是一個class template 那它可以代表很清楚的 可有可無的意義 你用optional的時候 它不會有dynamic allocation 它會直接把 它會直接在這個object裡面 放足夠的memory footprint 來放你要被管理的object 好 這個東西在C++11裡面也是沒有 但是它現在在boost 以及接下來的C++14裡面都會有 所以我們在contact 我們就可以用optional來代表 清楚的代表可有可無的意義 不會跟resource的控制權 產生混淆 好 所以總之 在新的C++裡面的pad 就是減少使用flow pointer的機會 除非你在寫很底層的code 你需要直接管理memory 或者說你跟nex API 互動可以用到 不然的話 請善用moo semantics unit pointer share pointer 還有optional C++對於我們期望真的很多 他期望我們是更好的programmer 我們寫出更explicable code 讓他給我們什麼回報呢 就是我們的code 跟self-document 以及C++只需要提供給我們一個highway run-time 就可以達到這些high-level abstraction 謝謝 詞主題 你 最能做的 Orthodox